好 蘇拉颱風逐漸靠近 像目前記者是位在台東的海濱公園這一邊 其實在稍早的時候呢 這邊是有這個開始間歇性的雨勢已經開始出現了 尤其在海邊這個風浪又是更加的大 同一時間呢其實海巡署他們也出動了 要提醒這一邊還是有零星的遊客 千萬不要下到海邊旁邊 其實像剛剛有人就跑下去了 想要來這邊看浪 因此海巡人就趕緊吹哨 提醒他們要注意自身安全 也因為現在是暑假期間 當然很多的遊客他們的行程因此被打亂 同一時間這邊的攤商他們的生意 當然也連帶受到影響 最近訪問馬上帶你來聽 昨天前天都還不錯 今天呢 今天就剛剛下雨之前也不錯 可是一下雨就有差 一下雨可能就跑掉了 你接下來大概休個兩三天應該至少 可能 其實我們剛剛詢問了 在這邊已經擺了四十年攤的這個 綠豆湯的這個攤家 他們表示呢其實他每天只要天氣好 都會出來擺攤 不過因為這幾天的颱風影響 他可能就不會出來了 估計這個兩三天 這個損失可能是多達幾千塊 甚至幾萬塊 也說這真的是看天吃飯的工作 那麼其實也詢問到了這附近的這個 軍民們 他們也提到這個風雨來了 他們其實自己也蠻擔心的 也說原地是要去蘭嶼玩 因此行程泡湯了 自己也覺得有些可惜 稍晚如果還有最新情況 我TVBS團隊將持續為您做掌握 是把時間鏡頭再換給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